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京一号前往火星禁地轨道 开启了对这颗红色邻居行星正式的探索后 到如今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老美总共往火星发射了二三十枚探测器 并在它的上边发现了诸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神秘物体 一度让人怀疑火星存在外星文明 而在今年的5月15号 由中国发射的天文一号也同样成功着陆火星 展开对火星的探索之旅 这不由得让人担忧 火星上会不会存活着我们还未发现的外星文明 如果我们全部移民火星 并与火星上的外星文明相遇 会发生什么呢 提到世界上对于火星最了解的国家 那就是美国 早在40多年前 在很多国家连一颗人造卫星都没有研发出来的时候 NASA的探测器在火星上也不断有新的发现传来 比方说前段时间 NASA公布的一张火星照片中 就出现了一个人头骨 看起来和地球上考学家们发现的人类头颅遗骸没有什么区别 早在上个世纪就一直有研究者相信 火星上存在过文明 而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 伴随着火星男孩的出现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火星文明存在过的观点深信不疑 当然这并不是NASA的火星车 第一次在火星上发现人形生物 早在2000年的时候 NASA的勇气号火星车就曾在火星表面发现了一个人形轮廓 这个人形轮廓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火星女性 正在路边站着等待公交车 而且还有探测器在火星上拍到过疑似火星儿童 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照片 这些照片由于是NASA公开的 则更具有幸福力 也让多年来有关于火星存在过文明的说法 不断被提起 同时近年来对于火星的研究 也让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 虽然如今在我们的眼中火星一片荒凉 看起来非常恐怖 但事实上在远古时期的火星上 却有着和地球一样 甚至比地球还适合生存的宜居期 二十多年前 NASA的探测器就在火星上发现了沉积岩 也让研究者们开始怀疑火星存在过生命 最近几年伴随着火星移民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也让火星研究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 科学家们甚至已经推测出火星上移居期结束的时间 大约在三十亿年前 从地球生命演化的角度来说 火星作为太阳系行星中的一员 它的寿命也应该和地球差不多 抛开形成阶段不谈 火星移居期内 适合生命演化的时间 满打满算也不过十亿年左右的时间 换算到地球的身上 从第一个生命开始算起 十亿年后 地球上的生命仍然是非常原始的简单生命体 自然如果说火星在短期内就进化出了复杂生命 而且还拥有过文明 也就不太可能了 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 却有美国科学家表示 自己找到了火星上存在文明的证据 那么它所谓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将时间退回到2014年秋季 这一年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州 一年一度的美国物理学会如期举行 而在会上参会的美国物理学家 约翰·伯兰登堡却表示 自己通过多年来对火星的研究 发现火星上存在过文明 约翰·伯兰登堡表示 NASA的探测器曾经在火星的大气层中 发现了高浓度的鲜129 同时在火星的表面上还发现了油和土 这两种放射性元素的存在 当然一开始 约翰·伯兰登堡也曾经和其他科学家一样 认为火星表面的这些放射性元素 包括火星地表 薄薄的放射性物质层 可能都是在自然环境中产生的 毕竟在地球上 也有自然环境中发生核反应的情况 例如此前在加鹏发现的 距今已有20多年历史的核反应堆 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是史前文明的遗迹 也有很多人相信核外星文明有关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却表明 这处古老的核反应堆 不过是自然打造的 也就是说和文明是无关的 但是伴随着研究的深入 约翰·伯兰登堡却发现 情况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约翰·伯兰登堡表示 他在火星上找到了两处大型核弹 攻击的遗址 他认为很可能是超级核战争 最终摧毁了古老的火星文明 至于火星上这场核战争是如何发生的 约翰·伯兰登堡认为 一种可能是古老的火星文明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由于内部出现了分歧 最终导致一场超级战争打响 而伴随着核弹爆炸 也让火星的气候环境发生了巨变 最终导致火星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第二种可能就要细思极恐了 因为在约翰·伯兰登堡看来 毁掉火星文明的可能并不是火星人自己 而是发现了火星文明存在的外星人 约翰·伯兰登堡认为 早在人类还未出现的时候 宇宙中可能就已经存在了大量的文明 而火星文明则是太阳系中最早的文明之一 当时外星文明发现了火星文明后 就摧毁了火星人 甚至可能太阳系中的另一颗 位于一居带中的行星 金形 可能也是遭遇过核战争的打击 虽然约翰·伯兰登堡的观点看起来很离谱 但是当他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论文 发表在《宇宙论与天体粒子物理学》杂志上后 很多读过这篇论文的研究者 也开始支持约翰·伯兰登堡的理论 例如著名的UFO专家沃森 就认为太阳系中爆发过核战争 一些研究者认为大约10亿年前 也就是说人类文明还没有出现 地球上还没有迎来含武器 生命大爆发的时候 太阳系中就已经有文明和复杂生命存在了 但是却因为核战争最终导致太阳系中 只有地球生命存活了下来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或许是当时地球上的生命 仍然是海洋中的一群简单生命体罢了 而且在地球演化过程中 地球也经常出现非宜居期 因此地球并不被看好 所以才逃过一劫 当然想要印证这个观点并不容易 需要在太阳系中找到核战争爆发过的痕迹 同时也要在火星上找到更多的证据才可以 否则只凭一些科学家们给出的研究报道 是不足以进行证明的 同时NASA近年来也曾经多次表示 火星上存在复杂生命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即使是如今毅力号正在火星上寻找远古生命的痕迹 也是在寻找可能存在的微生物化时 而并非是寻找火星上的远古文明遗迹 此外 NASA也对一些在人们看来似乎拍到了火星人火星生物的照片 进行了解释 表示这其中看起来好像是生命的物体 事实上都不过是风化了的岩石罢了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在地球上也有很多 而且前段时间 伊力号也在火星上拍到了一张高清照片 照片中一块岩石仔细端详起来 会让人觉得它好像是一只趴着的海豹 只不过这一次因为照片太清晰了 所以NASA发到官网后 就没有人说伊力号发现生命了 当然 无论火星过去的经历是怎样的 对于人类来说 火星未来的命运 很大可能性都是成为人类的第二家园 那么人类真的可以移民火星吗 在很多人看来 移民火星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只是时间问题很可能再过五到十年就可以实现了 不过事实上 由于火星的气候环境和地球截然不同 这也意味着人类想要移民火星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悲观一点来说 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 为了这么说呢 首先人类想要在火星上生活 就需要将火星完全变成地球二号 不仅需要让火星上拥有和地球一样的大面积液态海洋 还需要让火星拥有类似地球的可调节温度 稳定的湿度同时还需要拥有氧气 而以上这些条件对于火星来说都是完全不具备的 包括火星自身的硬件条件也不行 它不仅大气层太稀薄了 同时磁场也非常弱 这就意味着人类还需要改造火星的磁场 让火星的磁场可以变得和地球一样 保护火星上的未来万物 然而想要改造一颗星球并不容易 虽然未来伴随着人类的发展 人类可能会找到改造火星的办法 让它真正变成一颗地球二号 但是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时间都是非常巨大的 漫长的可能需要上千年的时间 也可能需要上万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而人类在那之前还需要生活在地球上 按照如今地球被破坏的程度 可能地球无法为人类提供足够的时间 所以人类虽然理想很丰满 但是可能最终的现实结局却是很骨感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